1947年2月27号傍晚 在繁华的大稻城爆发茶器撕烟且击毙市民的事件 2月28号群众前往行政长官公署陈晴 竟遭卫兵机枪扫射 枪声再度响起 再度网伤人命 群众怒火因此点燃 爆发全面性的反政府示威 地面上的简报 是国民政府来台一年多后所浮现的各种问题 首先是军警胡乱开枪 民众于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军警人员动辄开枪 违法乱纪 因此甚为不满 第二是官员贪腐贫传 专卖贸易两局的贪污弊案更加引发民怨 这也是为什么在228事件发生后 各地的警察局及专卖局 普遍成为民众视为抗议的对象 透过简报 您可以一窥就近 右侧为2月28号当天事件爆发的动画短片 请您靠近荧幕观看事件的经过